要说现在人家花钱都是买个体验 衣食住行哪样不是要落实到体验上呢 但是体验和体验不一样 你看原汁原味的概念 它就适合特色的饮食 比方说可口可乐它必须得是原汁原味了 它换个味道你肯定不买了 而汽车呢 它反而就不是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反而不受欢迎 你比方说宝马这车 你要说最地道的宝马车是三系 大家都是公认的 可是当它大批量在中国生产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最地道的宝马车了 它已经没有德国宝马的那种原汁原味了 因为它必须得适应中国消费者的需要 适应中国的驾驶路况 进行中国市场的适应性的改造 这么一来呢 它就失去了它的原汁原味了 哎呀那就会使很多宝马的拥顿啊 心生一种遗憾 到哪去找原汁原味的宝马呢 有进口的 四系 你好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今天我试驾的是宝马的四系 我为什么说宝马四系是最地道的宝马车呢 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三系 对吧 而它不是国产的 是从德国过来的 它是最原汁原味的三系 大家都知道四系 它是三系直接分化出来的一个车型 说实话 它只是改变了一下命名 那它从平台架构啊 从它整个车身的设计啊 它其实就是原来的三系的双门轿跑演化出来的 那另外呢 作为一个单独的车型在发展的时候 它还衍生出了一个四门版的轿跑车 那这也是目前全球整体上这些高档轿车当中的一个新的品种嘛 当这个四系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一开始觉着啊 有点突兀 就是它的垂直向发展的双渗中网 其实啊 我看到这中网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特别突然 当你了解这个宝马的整体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在二次大战以前 所有的宝马车都是长条形的双渗中网 当正式的量产车出来放到展台上的时候 获得了中国市场消费者的一致的欢迎 大家都说这四系是我们最近见到的 最好看的一台宝马车 另外呢 你们发现整个四系的车身造型的轮廓 包括它整个车身的速型都非常漂亮 而且与众不同 与过去的宝马车有很大区别啊 过去的宝马车型 我们知道它很喜欢棱线 或者是折线 非常强烈的棱线折线 但是在这辆四系上 整个车身侧面变得很光滑 但是你会发现啊 它其实棱线还在 而且棱线并不少 你比方说发动机盖上 你在这就可以数出来有三条棱线 而它的车身侧面其实是有棱线的 是在车门把手的下方 有一条棱线 很锐利 很细的条棱线 向后延伸 所有的这些棱线啊 都变得很清淡 它不会再非常强烈的突出它自己 而是整体为整个车身的这种流畅和光滑 来服务 只有在某些角度的时候 它才变得明显 而在这些角度上 确实你又需要这种棱线的勾勒呢 来体现整个车身这种动感 干净利落的感觉 这台车呢是药液版 所以它的所有电度都被高亮黑所取代了 那在这个中网上 高亮黑勾边之后呢 它就变得很暗呢 就没进车身里面去了 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它的中网上的一些亮点 而这个中网变得非常的大啊 而且它的六边形的格杉呢 很宽阔 所以我们能特别清楚的看到里面 它这个宝马独树一帜的可以关闭的中网 当辆车在静止状态下的时候 它的中网呢就会关闭 其实在行驶当中 这个中网如果不需要强力的散热的时候 它也会关闭 来降低行驶的阻力 车灯的细节啊 就是它非常明显的蓝色的勾边啊 这个蓝色代表什么呢 这个灯的灯头使用的是激光LED 所以你在这个大灯上会看到BMW Laser的字样 就是宝马的激光LED大灯 在激光大灯上宝马是领先使用的 它的特点就是它能够照射的范围距离非常的远 在600多米以外都能够把整个路面前景照的雪亮 那另外呢 这台车它的美感体现在作为轿跑车 它的车身非常矮 你从侧影去看的时候呢 它给你营造出一种轿跑车 坐舱特别短 车头很长 车尾也很长的这种特点 比较经典的豪华苦配 而不是所谓的运动跑车的感觉啊 车舱其实它一点都不短 这台车的轴距仍然是2米8多 那跟一个标准的三系的轴距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的设计就不同 在哪呢 就是它在向后拉的时候 这个车顶线只是前排两个座位的位置 头顶的位置是这个车的最高点 然后它就一直向下走了 很抖的向下去走 那它向后延伸以后呢 它的后旋锤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它的行李箱非常大 它就是一个四门轿车的后备箱 我有点遗憾 就是外观上面又很有创意了 给人带来相当棒的新鲜感 但是内饰仍然是公式化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 基本上和一个三系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基本上和所有的宝马都没什么区别 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很强调功能性 就是当你去使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的信息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人机交互做的特别的好 尤其是我喜欢它能够无线 直接和你的手机上面的车机来使用 就是把手机直接放到无线充电板上 你就可以直接接通CarPlay这些应用了 在四系的内饰当中有一些新鲜感的地方 主要是它这个运动的座椅 从后边看 你看到是个一体化的运动式的座椅 但是不但是一体化的座椅 它这个头枕还是可以上下调整的 既起到了一个一体化座椅的这种视觉的效果 同时呢 它的功能性呢 又不受任何影响 另外就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整个设计人机工学 坐在这驾驶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A柱相当的粗大 但是这个A柱对视线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它是一四缸的版本啊 430 但是它的配置是非常齐全的 因为它是高配的版本 那它驾驶模式呢 都很全 但是在这个控制面板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对高版本的车型 还是保留着一个级别上的距离的啊 就是它的驾驶模式里没有自适应模式 这个位置呢 是空白的 那宝马的车型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坐姿都非常的低 那到了四系 它就更低 车顶很矮的情况下 你看头部空间非常合理 那而且吧 它当它坐姿降得很低的时候 你就能充分利用到纵向的空间 脚能够伸得很靠前 那这个时候 我把座椅调到了最前方 已经调到不能再调的时候 我一个一米七五身高 哎 坐在这 正合适 没有任何问题 稍微向后一调 马上踢步的空间就腾出来了 而整个的人的坐姿呢 就很舒服 另外呢 它的坐垫的支撑可以多方向调节 就是它可以 后方和前方的高度可以单独调 那我就可以把前边的坐垫 调的稍微高一点 给腿部提供一个更好的支撑 那对于腿长的人来说 向前拉长 也可以得到更完美的支撑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辆车的后排空间 它完全能达到一个中型四门轿车的乘坐需求 这一点做的非常出色了 咱们试一下 我发现四系轿跑车 它进入后排的方便程度也是 我试过的这种轿跑车里 最高的一个了 你看 它很简单 就是把靠背轻轻往前一推 它座椅就自动向前走 它能形成一个相当大的进入的空间 只要稍微一片腿就进去了 这个后排空间非常的友好了 我觉得一个四口之家 夫妻带两个孩子 都能拿它当家庭教授用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我这1米75的身高 前后两个人乘坐 我坐在这感觉很松快 腿部的空间有10厘米往上的一个七步的空间 然后脚部空间稍微挤一点 就是因为前座椅的滑轨 稍微占据了一点空间 但是正常放置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它坐垫很长 所以对大腿的支撑还挺充分的 它有什么方法来提供这样的合理的空间 就是它天窗小 它在你的头前方一横梁 把天窗在这结束 那内饰就可以在后排向上挖起 来提供一个头部的空间 我坐在这的时候 只有我刻意向后靠的时候 我的头发才能碰到内衬 我正常坐的时候 头顶还是有着合理的余量的 另外一个方法 它就是把坐点降低 座位的坐点降低 这样整个垂直向的空间就拉伸出来了 而且它的坐点近身长 而且它角度设计来挺合理 我坐在这的时候 腹部的挤压的感觉并不明显 同时它还有着很宽的中央扶手 合理的背托 这些设置 这些使用上边 就很像是一个正常的四门轿车 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侧窗特别长 而且它的窗框的位置 它合理 它放在这的时候 整个你的侧窗侧面 在头的侧面全是通透的 而且它后边的配置也很全 有专门的后排的自动空调 而且还有两个Type-C的插口 在一个双门轿跑车里 达到这种程度的后排空间的使用性 那还是一个很值得点赞的亮点 现在有时候找一个地道的宝马车来开 也就是这四系最合适了 它的转向调的不是特别的直接 它是2.25圈 就是二有四分之一圈的曼达 宝马这2.25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它更符合人的直觉 人操控时候的这个本能的直觉的反应 刚开始入弯的时候 它呈现出一种转向不足的趋势 但是当你到达弯心的时候 并且越过弯心之后 它是呈现一种转向过渡的趋势 就是在你入弯的时候 这种转向不足的趋势 它保证了一种稳定性 另外呢 它给你一个空间 给你一个提示 让你进一步的加大你的转向角度 那么当你到达弯心的时候 它就要消除真正的转向不足了 它要让你转向更准确 对吧 这时候它的转向过渡的趋势就出现了 它就能够保证你走线的精准 并且呢 当你过了弯心之后 它这种转向过渡的特性 又会提示你回正 所以它就能够很默契的 和驾驶者进行一个配合 使你非常精准的 特别流畅的 而且极度享受的 在山路上操控 那再加上它的悬挂系统的 这种平衡感 这种攻守兼备的平衡感 当你真正入弯的时候 它就强有力的支撑 让那车身几乎不发生什么侧情 它能够非常准确的走线 发动机仍然是宝马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优势在什么地方 就是现在啊 这发动机都已经国六 国六是一特别严苛的排放规定 那么国六出现之后 导致什么结果 绝大部分厂家的发动机的功率都调降了 那不但功率调降了 扭矩的输出平台 也所窄了 它是通过压抑发动机的性能来达到排放的达标 但是你看宝马的技术在这就体现出来了 它的电子气门 也就是它的阀门子系统 Valbotronic 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它是可以无极的调节气门开度和气门正式 特别特别的优越的一个调节 通过这种气门的调节 宝马的发动机对于排放法规的适应能力就特别强 而且宝马的发动机对于气温的适应能力也特别强 它在非常寒冷的时候 在特别炎热闷湿的气候之下 那么在这种高严格的排放法规的要求下 它都能让这发动机的性能继续保持 不受太大的影响 这就厉害了 你看这台车 它的2.0T的发动机 高功率版的430 258马力 就是它能从5000转一直到6500转 全给你258马力 它的扭矩有2850转的扭矩平台 从1550转能够持续到4400转 你做我们这事吧 就是它的扭矩平台依然那么宽 而它的功率平台又出现很宽 这种动力表现 可以说同级别里没有对手 那是绝对的王者 那你想这时候 它来匹配这样的底盘 这样的悬挂 这种操控感 匹配这样一个车身 不是完美又是什么呢 不过呢 我觉得开这辆车的时候 在舒适性上 我还是受到一点影响 影响在哪呢 是它这个座椅 你总会觉着吧 你腰底部稍微缺了一块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座椅啊 因为它是很运动的车型 它座椅调的相当的硬 它的侧支撑非常硬 座椅设计的又非常瘦 所以你坐在上面 你有一种穿那个树身衣的感觉 被树住的感觉 虽然它的靠背的椅背 可以通过气垫调节那个宽度的 能够张开一些的 对我来说调的最大 你仍然能够感觉到 它在侧面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挺硬的支撑 那也就是说呢 你会有磕的感觉 那这个磕的感觉呢 在我来说还是不均匀的 什么叫不均匀的呢 就是我的右肋感觉磕 左腿感觉磕 这是怎么出现的呢 它这个座椅啊 跟你那个下边脚踏板之间 它不是对正的 它是有点偏着的 它这个动力总成的布局 迫使是这样 因为它要把发动机往后安装 它发动机往后安装 来增加它的前后的重量的配比 发动机越往后装 变速箱也就跟着一起往后 那就挤到驾驶舱里了 那它的变速箱的体积 那就占据到了一定的空间 就会稍微的把 你的脚步的空间往左侧挤了 当然这个四系的车型呢 它也有一个纯电动版 就是i4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期待一下i4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 更好的驾驶的体验 因为那个时候 它就不存在什么变速箱 排气管这些东西了 对吧 因为宝马是一个巴法利亚的公司 在过去德国还没有的时候 巴法利亚作为一个公国的时候 它就是整个南德一帜 最富裕的地儿 就是因为农业发达 因为它有很古老的历史 和发达的历史 所以它那的人都特别保守 那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宝马的这种保守程度 可能要超过在斯图加特的梅塞德斯 哪保守呢 就是它极端强调功能化 就是你看你面对的宝马 这套人机交互系统 它没有娱乐性 就是它一切都为你这个驾驶的乐趣来服务 但是我感觉 它的人机交互系统 这个平时显示器的功能性也特别强 只不过它这个平时显示器 我觉得你缺一个东西 当你调到手动模式 你用手动去换档的时候 它不给你显示你在几档上 没有档位显示 它的档位显示 仍然是很传统的放在了 液晶仪表的最底端 而且它的字也比较小 它的位置也不是放在最醒目的点上 我开这个四系 是我最近这段时间 试驾的所有车里边 能够把路面的这种地波 吸收的最干净的一辆车了 你去高速公路收费站 或者你进出停车场 它有那个减速卡 碰到这减速卡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特硬 可是这种感觉啊 因为它只是一瞬间的事 你又不是成天在减速卡上开车 所以其实不影响 而且吧 你看它刚性这么强 它19寸那轮圈上边 那轮胎特薄吧 这车走起来非常平滑 非常安静 你可以听到的是特别柔和 而且很浑厚 很沉着 但是又动力很充沛的那种 发动机的排气声浪 而且这个排气声浪呢 又被隔离的很好 它一点都不吵 行驶在这山路上 你根本就没有轮胎和路面摩擦的感觉 可是呢 妙就妙的 你在弯道当中 你又能极其精准的感受到 你的前轮的位置 你车身的姿态 如果我们要说宝马三系 是宝马的真正的代表 是宝马的灵魂的话 在中国如果你想品尝到宝马灵魂的至真美味的话 你得开四系 试驾完四系 我都不想把它还回去了 想一直开这车 你别看现在市面上 到处都是宝马 但是你要找一个真正地道的宝马 大概也就是这个四系了 因为它是真正能体现宝马风骨的车型 而且我还觉得它是宝马车里最漂亮的一款车 另外一点呢 就是虽然它进口车 可是你看现在四十多万的一个价格 以这样的性能来说 又是这样的一个跑车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在往下走的 更加接近于我们的消费能力 另外呢 我们的收入是往上走的 我们财富越来越多嘛 两下呢 就更加接近了 对吧 那更容易拥有它 至于买什么车合适呢 那我当然觉得 跟四系最完美的匹配 应该还是直列六缸的那台发动机 它能让你体会到更加宝马的宝马 这个体验当中 又能让我们十足的感受到它的动力性 它的驾驶的乐趣 这就是宝马的水平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